如果說它一般如果是和我們台灣代理商進來的話 它其實會標品名還有成分 還有它的這個有效日期跟保存 它的保存的方式 或者是它的負責廠商 這上面其實中標它都會標示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個中標去確認這個產品是不是合格的 如果假設剛剛那個標籤沒有的話 就像可能比較常在外面那個市場 他們有時候攤商會擺這些沒有貼中標的那種比較小的話 那它就可能就是沒有中標標示 這個就是不合法 如果說它這個沒有貼中標表示說 我今天如果試的產品有些品質上沒有問題 或者是包裝不完整 那我吃的不舒服 那我可能就沒有人可以幫我去做一個求償 後續做消費正義這一塊 你吃到嘴裡 嗯 完全顛覆你對脊弱的那個概念 它這個東西 透過一些休息澱粉 把它做的有一點點像是去骨的結窖 或者是更軟更好咬更好咬更好咀嚼的海蛇皮 它調味部分在我來吃 應該是屬於那種麻辣鍋 屬於那種小辣 跟著你境界 所以呢 它整個的調味是屬於那種 呃 辣辣的 然後呢 脆脆的 好咀嚼的 而且一包啊 量真的不多 我把這一包完全全部倒出來 我們來看看它到底有多少的量 加在一起也不過就這樣子 一個湯匙的量 所以呢 讓你覺得你好像沒有吃很多 所以罪惡感相對比較少 因此 一包一包 不停地拆 不停地吃 不停地買 不停地消費 其實我一剛開始吃這個磨浴爽的時候 真的感覺真的蠻爽的 就是很帥氣 帥氣之後我下一個馬上就意識到 它好多的調味粉 然後我覺得滿滿的添加劑 我心裡有一點害怕 我覺得我如果繼續吃個 食包吧 多吃一點我就要洗腎 有點害怕 但是我後來發現 我周圍的很多朋友的孩子 還滿喜歡吃這個東西的 他們把它當零食 那最好笑的是 還有人因為覺得 它就像蒟蒻一樣 覺得它沒有熱量 不好意思 它很鹹 然後它一定有很多的熱量 如果你看到這些說明 你只要稍微Google一下 你就知道你吃了多少不好的東西 正常就是真的 那個魔芋 它是一種植物 是不是拿真的魔芋粉來做 還是完全拿那種修飾澱粉 讓它看起來 顏色好看 讓它變得有一點點 白白的微透明 讓它吃到嘴巴裡 咀嚼的時候沒有那麼的難咬 這個恐怕必須要透過營養師 必須要透過國家有關部門的法官 才不會讓年輕人 消費者吃到不該吃的東西